现在是读经的时候 今天读的经文是《喜萨姆尔记》下 十一章六至七节 请听神的话语 大卫警察到若压那里说 你打发客人乌尼亚到我借女来 若压就打发乌尼亚去见大卫 乌尼亚来了 大卫问若压好 也问兵好 又问争战的事怎样 今天有黄伟权 黄牧师和大家证道 题目是赤胆忠心 请黄牧师 弟兄姊妹 感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上帝的华语 今天的题目是赤胆忠心 这个赤字代表着一种的真诚 一种从我们心灵里面表达一种的关系 一种的态度 特别这个赤字有一种躺开的意思 当你愿意将你的心躺开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和人去说你真正心里面的心事 而忠心 很容易我们来去理解 所以赤胆忠心 通常都会形容一些下级 对上级一种忠诚 一种忠心 一种态度 有时你可以对一个人 有时你可以用这种态度对整个群体 甚至有时我们可以扩展到对一个国家 一种态度 你可以称它为爱国 当时读那两节的经文 是讲到大卫 他对约压他的下属 对他的下属发出一个命令 大卫发出这个命令的背后 深藏着一个阴谋 当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时候 你会发觉这个阴谋一路进展下去 他竟然变成一宗的谋杀案 我很想借着今天的经文 我们认识大卫 如何去策划这个阴谋的前因后果 值钱来给我们一个提醒 让我们真的重新在经文里面 我们去检视我们属灵那种的境况 更加我们能够从经文当中 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上帝 上帝的属性仍然是慈爱和公义 以至到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历程当中 我们一个目标 不断追求圣结的生活 一生去跟随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让上帝恩着我们来被羞辱 进入经文之先 让我们一个祈祷 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感恩 让我们有机会听你的话语 我们更加感恩 有圣灵在我们心灵当中 愿意圣灵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心 更加恳求圣灵开我的口 让上帝你的话 说得清楚明白 荣耀归回给你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 这里是很简单说出 大卫差派约压一个事情 而这个事情的内容 就是要约压打法乌利亚去见大卫 接着乌利亚来到了 好了 我们会看到很简短的描述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案 一个问号 我们去看看在这个问号 这个背景下 有几个关键的人物 我们先去认识一下 我称他为主谋 大家记住这个主谋 就是大卫 这个大卫是以色列的军王 我们也认识了 第二有个帮凶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会看到这个帮凶是弱压 是以色列的一个将领 带领着以色列的军 他们的军人出去 来去争战 而这个受害人 就是这个客人的乌利亚 还有还有一个配角 这个很重要 这个配角 是拔是吧 我们记住这几个人物 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 来去出现 我们再去看看 大卫他在这个 吩咐 一个命令给弱压的时候 这个的处境 和他的前因 我们从第一节 十一章第一节来去看 在过了一年 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又差派弱压 率领神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打败了阿兰 打败了阿门人 以至到他们进到去 围攻了拉巴 而这个阿门人 亦都成为大卫的下属 成为大卫的皇国 其中的一部分 从这节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 这节经文是一路 去跟随上文第十章 讲到大卫出去 和阿兰人来去打仗 一种的处境 阿兰人归顺了大卫这个皇朝 在一年之后 大卫再派弱压出去打 这个阿兰人 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 这个经文的最后一个片语 讲到 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这个片语描述着 大卫已经觉得 在当时他的国家统领地位上 已经趋向稳定 他自己不需要再带兵出去打仗 而派弱压出去都可以打成仗 所以在这个处境下 大卫他的军事 在他的各方面 他自己的国家 对外对内 已经是一个稳定的时候 更加得到上帝与他的立弱 大卫在这个处境下 他就松懈了下来 他开始过一些安殊的生活 这个安殊的生活 带来给他一个犯罪的开始 我们去看经文里面 第二节到第五节里面 描述着大卫 他说一天太阳平昔了 大卫从床上起来 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 大卫从床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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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第五节里面说到 于是这个他怀孕了 这个经文里面是用男性的他 但是说到拔士巴这个人 有些新标点的和合版本 已经将这个他转成女性的他 从这里我们看到 大卫他要隐瞒这个奸淫的罪行 以至到他作出了更多不同的罪行 我们看看大卫用了什么的罪行 犯罪的行径 或者一些阴谋 我们可以这么说 来遮盖他和拔士巴这个奸淫的情况 我先给一个题目 他的计谋叫做移花节目 我们看这节的经文 第六节 大卫就 有警察到约压那里说 打发客人乌利亚 到我这里来 这个命令背后 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动机 我们看看第八节 大卫看到乌利亚的时候 就说 乌利亚你可以回家去洗洗脚 大卫他不想他奸淫的事情被揭露 所以他召乌利亚回来 乌利亚是拔士巴的丈夫 他想值这个机会打发乌利亚回到他家休息 好让拔士巴怀孕这件事情 就当作是乌利亚和他妻子同房之后 而有的结果 换句话说 乌利亚就想 大卫是想乌利亚去吃死猫 就将他的拔士巴怀孕这件事 推了到他身上 但是我们去看这个经文 我们会看到 乌利亚离开这个皇宫之后 他没有回家 他没有回到家 所以在大卫第一个阴谋 第一个阶段 他不成功 他不可以借助这个移花接木的方法 来让乌利亚去顶替他的罪行 随着 大卫再用一个假仁假义 再一次想关心乌利亚 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 在第十节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大卫就询问他 其实大卫他关心乌利亚的目的 是他想再谋算用什么方法 叫乌利亚回家 以至成为这个移花接木的阴谋 可以成功 我们看看第十一节 乌利亚如何回答大卫 乌利亚他对大卫说 若为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彭女 乌利亚很清楚 有次序地回应大卫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回家 因为若贵 以色列的战友 和犹大兵都住在外面 住在彭女 所以我也不会回家 当我们再进心来去思考这篇语的时候 你会看到 若贵 摆在首位 若贵是代表上帝的同在 原来在旧约里面争战的时候 有若贵一起出去争战的时候 代表着这是一个圣战 代表着是分别为圣出来的 是为耶和华神而打的 这个战争是分别为圣 是为上帝而做的 所以这里我们先看到 乌利亚他如何敬畏上帝那种心 第二 他更看到 他的战友都住在野地 在住棚里面 在营地里面 所以他说 我不回家 第二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经文里面 有说到我主的弱压 和我主的仆人 在团野里面来去安营 都是风餐露宿 所以他这个的 最后两个片语就是 我喜可回家吃汗 还有一个最精彩的 是上帝最幽默的 与妻子同寻 我喜可回家 与妻子同寻 这个你更加会看到 上帝明白每一个人的心意 上帝明白大卫要乌利亚回家的动机 就是与妻子同寻 以至到他的奸计可以得逞 很可惜 大卫这个如意算盘是打不响 乌利亚最终都没有回家 但是故事描述不是停在这里 大卫仍然心心不惜 他要用不同的方法 去让乌利亚可以回家 接着我们再看第十三节 我用这个大卫的阴谋 他给了一个题目 叫做少女藏刀 他特意叫乌利亚 和她来到旺宫那里 一起来饮宴 和她吃饭 但是圣经描述得 使他喝醉 大卫以为可以用醉酒 让乌利亚可以回家 但是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到了晚上 乌利亚出去 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 还没有回家 请主妹你会看到 经文的描述 当我们在细想的时候 你会看到人心那种的极岸 这个都不是最精彩 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你会一步一步看到大卫 他一路一路从一个敬畏上帝 他因为犯罪而利弃上帝 他一路心灵里面那种的转变 乌利亚就算被灌醉了 他都没有回家 好像中国人经常都提 酒醉都有三分整 所以不要说你喝醉酒 可以胡乱做事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乌利亚她内心里面 她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她心灵里面 有着圣灵给她的提醒 她要敬畏上帝 敬畏这个药柜 是分别为圣这个的争战 我们再去想想 乌利亚是否真的 单单只是她自己不想回家 或者单单是药柜这件事情 当然药柜是上帝的话语 原来我们去看在旧药里面 我们看生命记里面 有一个的规条 对于军人有一个的规矩 这里讲出了生命记二十三章 第九节 你出兵攻打囚敌 就要远避诸岳 第十节 你们中间若有人 夜间偶然梦违不结症 就要出到营外 不可入营 这里原来是说到 在军人有一种的规律 当他们因情欲而产生一些生命反应的时候 在他们的睡觉当中 他们出现这种的情况的时候 他们就不可以回到军营里面 一起来争战 他们不可以为上帝来打仗 他们要离开军营一段时间 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 在撒母耳记上 第二十一章第四节 第五节 这里的经文 这段的经文是说到大卫 他要逃避素罗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亲信 一路来逃跑 他们要逃避素罗 他们肚饿 他们没有东西吃 他们去到祭司阿希米勒当中 大卫问阿希米勒 你有没有东西吃 阿希米勒告诉他 没有 我只有圣饼 于是经文告诉我们 只有圣饼 若少年人 没有亲近妇女才可以及 大卫怎么回答 他对祭司说 阿希米勒说 实在若有三天 我们没有亲近妇人 在这里告诉我们 一个很特别的处境 分别为圣 当这些军人他面对 他的争战 代表着上帝的时候 他们是不可以亲近女色的 当他们亲近女色的时候 他们就不可以再接触一些的圣物 这个是当时那种的文化 那种的处境 大卫当时这个回答 很可惜 在他要计谋 要计算自己 如何遮盖他自己的罪行的时候 他忘记了 他忘记了 这个亲近女色这种的规条 在军人上面的形容 第二 大卫竟然更加忘记了 乌尼亚是在前线为上帝作战 他还在前线召唤他回来的时候 他都忘记了乌尼亚 其实就不应该回去 和他的妻子同寻 他连这种事情 他自己都忘记了 你可以看到大卫 在罪行里面 他心思完全忘记了上帝的话缘 但我在这里看到乌尼亚 他最终都没有回家的时候 让我想起一个诚语 过其门而不入 记载什么故事的呢? 大家有没有人记得 波导师 果然好东西 我都想到一定是你答的 昨天星期六 我们崇拜 有一位指辈也有答 大雨治水 大雨治水 在当时这个故事记载最后 就是过其门而不入 他过了多少次? 三次 他都不进去 这个诚语描述着 一些人 他为了公事 而忘记了他自己的私事 更加形容就是 这个人 他紧于 他勤于他自己的职责 以至到 他不会将私事 放在优先 这个 我们会看到 乌尼亚 乌尼亚他如何 那种的赤膽忠心 第一 他敬畏上帝 他躺开自己的心灵 去分别为圣 进到上帝的事奉 工作当中 第二 他有同理心 因为他爱上帝 他敬畏上帝 所以他从上帝那里领受到上帝的话语 以至到他有同理心 他看到他的战友 他们全部都是在外边来去扎刑住宿 他的上司 他的上司的仆人 和他同等的位置 同样都是这样 我岂可回家 我岂可回家 与妻子同寝呢 第三 乌尼亚是一个老实人 他是一个赤膽的人 他可以打开他的心 来和大卫交心 他从来没有想到大卫对他的谋善 大卫在过往那种对上帝的敬畏 今天乌尼亚他没有想到大卫恩作他自己的罪行 而去改变 第四 他谦卑自己的心 乌尼亚没有因为他能够召见皇帝 他没有因为和皇帝一起来去吃饭 他又觉得自己的至高身家 他骄傲自己那种的处境 他仍然和他的同袍 他的战友来在外面 风餐露宿 相反我们看到大卫为要隐藏自己的罪行 而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 和他还没犯罪之前 大卫是半若两人那种的心事 鼎姊妹从乌尼亚 他能够分别为圣 他能够敬畏上帝的时候 我很想大家一起有一个的勉励 我们进到这里敬畏 我们要有分别为圣的心 由你预备开车回来 你预备明天去崇拜的时候 你应该都有一个的准备 尽量不要迟到 尽量我们进入来的时候 我们要将整个的时段 专心 专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 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 敬拜我们的上帝 敬畏我们的上帝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如何能够分别为圣呢 我们就是先要认罪去悔改 我们自己可以在座位里面 默土认罪悔改 一个安静的心 甚至将你一切的忧虑交托给上帝 我们有赤胆 我们躺开我们的心灵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忧虑 交给上帝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入去 整个的敬拜当中 大卫这个移花节目 少女藏刀这种的陰险的方法 都不臭效 我们再看大卫接下来 他的谋划是什么呢 借刀杀人 在第十四节这里 会说到就是 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药 交乌尼亚随手带去 信的内容是说什么呢 就是要派乌尼亚前进 去到阵势一些极险的地方 然后你们走了 你们退后 经文还有一节 就是说 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 你会看到大卫那种极恐怖的心态 他写封信 是交给一个将要被他谋害的人 带去给一个杀手 告诉他 你要拿着这封信 打开看的时候 原来你要杀的对象 你要计谋要杀害他的对象 就是站在你面前 为你带信那个人 有些解经家他说 他说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他说 不知大卫有没有将这封信封了口 弟兄姊妹 你会看到大卫心思那种改变 是何等的恐怖 我们再看看若鸭 若鸭他收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他怎样来去回应呢 他完全没有去质疑大卫这个命令 他就是去进行了这个阴谋 我们去看看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 第十六节 若鸭便将乌尼亚派在那里 他按照大卫那种的计谋 按照他的吩咐 就是把乌尼亚去一个极危险的前方 借用敌人的手来将他来去杀害 若鸭完全没有违抗这个命令 我们会看到若鸭他不是一个中心 他不是赤胆中心 若鸭是同流合污 因为这个不公义的行动 若鸭就成为一个帮凶 我们看第十七节 大卫的仆人有几个被杀 而客人乌尼亚也死了 在第十七节那里 其实是很简短的 他说成女的人出来和若鸭打仗 大卫的仆人有几个死了 而最终就是客人的乌尼亚也死了 这样就完结了这个对乌尼亚的技术 最终乌尼亚死了 若鸭终于完成了大卫给他的命令 他是按着大卫的继谋 借用敌人的手杀死了乌尼亚 所以若鸭是一个帮凶 如果在今天在我们法庭審 他应该同样与这个阴谋者 这个继谋人是同一个的判决 不单止这样 若鸭更加离去一种的同流合污那种程度 你再看下去在经文里面 描述着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你会看到若鸭如何教这个使者回报给大卫 每一句都教他说 甚至若鸭告诉他 如果大卫发怒的时候 你要这样回答 但最终你一定要说 客人乌尼亚也死了 这个原来是整段教唆 最后才是最重要的片语 要他回报这个使者 回报大卫的片语就是 客人乌尼亚也死了 我们看看大卫他如何回答这个使者 当这个使者回报 就是说 乌尼亚已经死了 大卫向这个使者说 你告诉若鸭说 不要因这事烦门 仇门 都见或吞灭这人 或吞灭那人 没有一定的 你只管竭力功成 可以用这话去勉勉弱压 大卫还向这个使者来安慰 让他带一句话回去 安慰这个弱压 一句话很特别 枪林弹雨下 子弹没有眼的 他射死谁 我们控制不了的 这是大卫这样的意思 他当时用刀剑不是用子弹 但是他意思就是 你回去安慰弱压 以至到弱压可以继续为国家来去争战 你会看到大卫那种的冷酷 那种的阴险 其实整件事情他和弱压 我们叫做打龙通 在扯猫尾 再有一个好一点的形容词 叫做唱伤枉 你会看到整个人的心灵 因着罪恶而那种的改变 大卫已经失去了他自己那种属灵 那种的身份 他已经是冷血无情 甚至埋没良心 他用一个一个不同的罪行 去遮盖他自己第一个的犯罪 有时当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即时会想到很多不同的借口 或者别人都是这样 去遮盖你自己所犯的事情 我们去看看 大卫在不断犯罪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去看看 第一 他大拳在握 他自以为是 他以为自己可以借手借天 他忘记了上帝是掌管着宇宙万物 他忘记了他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当时的处境 他的皇位都是因着耶和华的应许 和他纳约而交给他 他忘记了当时的苏罗被耶和华神 将他从皇位降下来的处境 今天他同样面对这样的处境 他忘记了依靠上帝 第二他拒绝了圣灵 他忘记了上帝的话 在当时上帝会去用一个人为他去工作的时候 上帝是会猜派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是拒绝圣灵给他的提醒 他安舒在自己的生活 松懈了自己属灵的生命 第三他物质的富裕 他自己的皇位 他自己的财富是很富裕在当时 我们会看到他是非常安舒 但他忘记了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 他更加失去了他道德那种的规范 他忘记了上帝的华语 他忘记了军人那种要为上帝圣战 那种分别为圣的处境 他更加产生了一种的情欲 好像中国人所说的饱暖施淫浴这种处境 我们再看这个谋杀案的结果如何 经文有记载 在第26、27节 这里有记载 当乌利亚也死了的时候 经文跟着记载 乌利亚的妻子见丈夫 乌利亚死了 就为他哀哭 27节 然后哀哭的日子过了 大卫警察将他接到宫里 哀哭的日子过了 过了多久呢? 在当时旧约那种处境 哀哭的日子是七日 过了七日之后 经文很快地描述 他就被大卫接入宫了 跟着作大卫的妻子 作大卫的妻子 我们可以叫她做皇后 不知她是皇后 亦是皇妃亦是妃笨 圣经无蛇 但是她成为大卫的妻子 跟着还有 她说 仲级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我们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 有没有搞错? 上帝你去了哪里? 为什么你这么无公义? 为什么他可以一家团聚 还可以生子 上帝你可以让他的儿子 不要生出来 你可以让大卫不娶他 也可以 我们继续看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还有两个片语 这两个片语 是一个谋杀案的结果 一个概括 大卫所行的这事 耶和说 甚不起穴 不起穴已经够惨了 甚不起穴 意思是非常不起穴 你会看到很简单的片语 来描述 带出了一个尾巴 他告诉我们 上帝将会施行这个公义 我们看一些残片 欲知结局如何 请看下集大结局 下集大结局 今天我不说 有牧师将会说下集大结局 上帝如何来去审判 如何甚不起穴 我们再重温大卫他的阴谋 他一直深思设计的阴谋 移花节目 他想乌尼亚成为一个吃他死猫 他就劝乌尼亚回家 但是他不成功 他少女藏刀再一次去计谋 将乌尼亚送回家 灌醉了 乌尼亚都没有回家 以权谋施 他吩咐弱压 为他进行借刀杀人的阴谋 最后乌尼亚死在阴谋当中 更加大卫埋没良心 假仁假义地回应使者 回去勸勉勉弱压 继续为上帝来去侍奉 兄姊妹我们会看到 大卫在一连串这种处境下 他为了一个犯罪 他继续不断不断地来去犯罪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错 直到去到二十七节 刚才看那个描述的时候 他仍然我们看到大卫是不知错 当拔士巴哀伤七日之后 大卫立刻就将他娶回来 成为他的妻子 如果大卫当时已经认错的时候 他应该就要悔改 但是他没有 他更加陪伴这个妻子 让拔士巴可以生下一个义子 在当中有很多人为这个乌尼亚 来去作出一个平反 很不服气 为什么乌尼亚就这样就死了呢 有人会问 乌尼亚这种赤胆忠心 为大卫为国家争战 这样死得不明不白是非常之不抵的 太帝英姊妹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应该将焦点 我们再去想想 乌尼亚的焦点 其实不是手要摆在大卫的身上 乌尼亚的焦点 从他回答大卫的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回家 乌尼亚怎么回答 因为若尼亚是住在棚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乌尼亚的心思 她是先敬畏上帝 以至到她不回家 所以乌尼亚不是一个白白的牺牲 乌尼亚是见证着上帝的恩典 她为上帝而信 来失去她的生命 她没有修辱到上帝 反之大卫修辱到上帝的名 当时没有人觉得大卫是做错的 但今天我们会知道 在奸淫这件事上面 大卫是做错 所以这个正正给我们一个更大一种的提醒 我们作为属灵领袖 我们作为信主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牧者 我们更加要紧守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要顺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我们要紧记上帝的话语 我们不要满足自己的私欲 像大卫那样 令到上帝不悦 甚至羞辱了上帝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 喜好一些的行为 令到我们身边未信主的人 这个人都是信耶稣的 我不信了 再一次来提醒弟兄姐妹 今天你们回来敬拜上帝 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当然你们是要领受 在上帝的话语那种的教导 领受牧者那种的分享 那种的带领 但是当牧者有犯罪的时候 你们不要因为这个牧者 因为这个属灵领袖犯罪 而将你们伴到 因为你们要看的是药柜 好像乌尼亚定征在这个药柜上面 他所赤膽中心 不是大卫 大卫只是摆在第二个位置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起来去免计 我们不要令到 上帝的名受羞辱 以至那些人不肯接受 耶稣基督这个救恩 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 在整个的经文里面 第十一章里面 我们会好像觉得 耶和华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 但是不是 耶和华上帝一直在做一件事 我们更加要领受 他在做一个慈爱和公义 一个特质的表达 他能够去忍耐大卫有一年之多 从二十七节我们会看到 他没有当时去击杀大卫 或者去击杀拔士巴 他让他们一家团聚 有一年里面让他的儿子可以出生 怀胎十月来出生 圣经继续没有他说的时候 在第十二节你会看到 另外一个的局面 上帝的慈爱和公义 在这个二十七节 一个很简单的片语里面 表达到上帝那个的欢恕 那个的忍耐 这个也带给我们一个安慰 当我们犯罪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上帝同样会用这个 这样的忍耐和慈爱 来去宽恕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会看到大卫 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们去看看大卫 在这个悔改 因着他犯这个奸淫 写了诗篇五十一篇 我抽了其中两节跟大家来去分享 第十节这里说到神 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这里没有说到大卫说 我自己要有一个清洁的心 他说不是啊 上帝是你的能力才可以改变我的心灵 我自己不可以改变我们里面的罪性 同样今天给我们提醒 我们的罪性 不可以靠我们自己去改变 只有靠圣灵 接着第十一节 他说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在旧日的时候 刚才我也有说过 当上帝去猜遣一个使者 为他工作的时候 先刺下圣灵 当工作完成的时候 圣灵会归回上帝 但是今天恩典的时代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 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今天我们犯罪 是因为我们抗拒圣灵 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到大卫的灰灵 自己灰灵的诗的时候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在当中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乌尼亚 敬畏上帝的心 对上帝那种赤胆 我们要将我们一切交托给上帝 我们要无论任何处境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忠心于上帝 然后我们先忠心其他的侍奉 我们不忠心上帝 不敬畏上帝 我们一切的侍奉 只是一种外在那种行动 第二我们要学大卫来去悔改 以至到我们能够去更加经历到 上帝的慈爱和公义 因为上帝的慈爱 他是爱每一个人 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 以至到上帝再一次给我们恩慈 和宽恕 最后我用一节的经文 约翰一书 约翰他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业 弟兄姊妹 我们要赤胆忠心 来向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认罪悔改 这个是赤胆 我们能够在悔改之后 继续跟随上帝 侍奉他 这个是忠心 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恩典 我的分享停在这里 contenido 中文字幕——YK